在Mac用户之间流传着这样一条神秘的传说 不要轻易修改你的电脑用户名 不然你会失去管理员权限 整台电脑都会挣脱你的掌控 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为什么修改个用户名就会失去管理员权限呢 而且听说有非常多的人都掉进了这个壳里 今天我就来尝试一下这个操作 想要修改用户名呢 首先需要进入系统配合设置 点开用户名与情组 解锁 然后右键点击这个管理员 会弹出隐藏的高级菜单 在这个菜单里啊 我们会看见你有一个账户名称 还有一个全名 他们两个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或者非常类似 傻傻的分不清楚 那么出于本能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一口气全部两个都修改 一旦你这么操作 那么你这个修改名称的行为不仅会失败 还会瞬间丢失管理员权限 在通常情况下 把普通账户升级到管理员账户 很简单 只需要勾选这个允许用户管理这台电脑就行了 但是呢 现在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 你无法解锁 就没办法勾选它 甚至都没有办法安装应用程序 就像你把钥匙放在了家里 然后被锁在了门外面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也别太着急 还有挽回的余地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启动 并且需要在启动前提前按住command加s 这个时候屏幕场上会飞快地跑出很多很多的代码 不要慌 等这些代码出现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输入三行命令 这些命令呢 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区 每输一行 敲击一次回车 每输一行 敲击一次回车 在最后一行输完之后就会自动重启 在重启过后呢 你会进入一个新建账户的流程 刚才我们输入的代码 就是告诉系统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管理员账户 在这个新的管理员账户里 你之前的资料是看不见的 不过不要慌 进入系统票设置 这次咱可是带着管理员身份进来的 顺利解开黄色的枷锁 解救出熟悉的伙伴 勾选这个允许用户管理电脑 给他官复原职 然后再重启 进入之前的账户 就一切恢复原样了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把刚才这个临时建立的管理员删掉 回顾一下整个流程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 就是在修改名称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账户名称 还有一个全名 导致分辨不清楚而发生了错误 不过呢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是最新的Mohave系统 即使你只有一个管理员账户 在修改电脑名称的时候 这个默认的账户名称是灰色锁定的 无法修改 避免了误操作的可能 总算给Mac用户前铺后继丢失管理员的悲剧 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不碰这个账户名称只是修改全名 我们就能成功的更改电脑的名字 那么这个账户名称和全名有什么区别呢 如何来修改这个账户名称 根据我的理解 账户名称是计算机识别账户路径用的 不能有空格只能用英文 而全名可以有空格也可以是中文 点击访达的前往词盘用户 这里显示的就是你的账户名称 而不是我们随便可以修改的全名 这个账户名称也是可以修改的 首先你需要新建一个管理员 然后在这个管理员里面去修改之前老管理员的信息 总共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点击访达的前往词盘用户 然后呢像修改文件夹一样修改这个账户的名称 第二步是进入系统票设置 账户与群组 解锁以后进入高级选项 修改账户名称和刚才修改的名称要一致 第三步呢就是在这个界面里面修改个人目录 Ura后面的名称也要和刚才一致 彩蛋时间 如果你经常使用隔空投送AirDrop 在别人的设备上搜索到的你会是什么名字呢 进入系统票设置 共享就能找到它并且修改 好啦本期麦克云克堂的分享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到你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哦 谢谢